看看四川这边的房价,广园这边的房价还可以哈,8000一平米起,都是小高层啊,8000起,就说明有一万多的 两个孩子真好啊,今天晚上这个住车地还真不错,但是我看了个车上有贴条的,有没有贴条的,不知道啥意思,不管了,反正这个风景不错啊,在江边转一转,挺舒服的 当地人也在那散步 你的主人为你喝水,再喂一个 看起来asa我来了水都不喝了 现在中国很多城市都是这样子,有一条非常干净的河穿行而过,河水壁滤清澈,两边是观景步道,整个城市住起来很舒心啊 这就是我昨天吃牛蛙的地方 现在出发了 前面就是一个联合检查站 很多朋友会对床车装的这么满 会有些顾虑 总担心交警会查这查那 其实只要你不非法改装 车里面就像我这样子 拉一些生活日用品 交警是不管的 我几乎每次出来自驾游 都会遇见交警查车 基本上一年会遇到个几十次吧 大多数情况下交警都是没问题的 有时候有些交警会提醒一下 只有个别的交警会较之 加持人和三分钟准备好 好,你俩个扶加持人 对龙都不安全了 不是啊,哪发生差缝的话 有时候路上跑得容易受伤了 好,谢谢 你拿自动放到后排去吧 好好好 准备好,到他们那儿啊 进入他们那儿的时候给他们推紧 好好好 来再三分钟就让他们去 我去那儿 你去哪里啊 我回山东啊 山东啊 啊 90%多的情况下吧 都是这样子 查一查 看一看 就让你走了 有时候会让你打开后备箱 看一下 也有时候会让你 把四个玻璃都摇下来 看一看 不管是交警还是特警 很多人都说 你拉的东西太多了 一般我都会回答 我是出来自驾游玩的 他们基本上都不会说什么 但偶尔也会遇到一些交警 想查出点事来 最后反正都没事 有些朋友会说 你这个后盘装的东西装太多了 遮挡视线了 这个交警是不管的 小贺车后边坐上三个人 视线也会被遮挡的 主要是这个左右 这窗户你只要不遮挡 就没问题了 因为这块确实会影响加持安全 另外就是什么呢 这个座位千万不要拆 你拆座位那就是非法改装 那个就完蛋了 我这个警察看了很多次 一看多少人在 啥话都没有 刚才那个交警啊 说我这个副驾驶的东西太多了 确实挺多的 但是呢 我没有超过这个窗户 看了没有 然后呢 它比较稳当的 我还扎了安全带 这上面有安全带 所以说路上遇验过很多次 急刹车了 都没有问题 但是呢 交警说你吧 你也不要反驳 你就好好好试试试 就可以了 我没有买车顶行李箱 现在这个状态是我平常使用啊 最方便的状态 不用掏来掏去的 好了 我把这个东西挡上 现在挡上不要紧啊 你开吃肉不能挡上 而且啥呢 我贴了个膜啊 这边还留了脚了 这方便观察吧 如果要是不留脚的话 贴上膜 不管什么样的膜 在晚上你看视线都会受影响 那确实会影响驾驶安全 所以我到了冬天啊 很冷的时候 我在拐弯的时候 我都把玻璃啊 给降下来 降再拐弯回去 一边开始马上拐弯了 卡就降下来 要不然你啥也看不见 留脚都看不见 因为它视线受影响 行人啊 自行车啊 你确实是看不见 这是到了光雾山了 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 一个政党 在应 这是李先念 骨灰撒放纪念园 我说这么多人呢 李先念他老人家 还是比较值得尊敬的 我也过来拜一拜吧 刚才听他们介绍的 李先念骨灰 一共撒了三个地方 这是其中之一 光雾山曾经是他战斗的地方 这是根据他的遗愿 撒在这儿的 这个光雾山比我想象的要好 在这里先找个地方 吃中午饭吧 看看 用的是保温筒 你们这是用电煮啊 用电 用美金 好了 朋友们 明天给大家放光雾山的大片 再见 拜拜 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